佳人老师眼中的九岁问题小孩 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改变了自己 成就了自己 本期里哥带来电影《地球上的星星》 黑屏幕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数字 老师们捏着成绩单 其他人的成绩都不错 而伊翔阿瓦斯提的成绩是最低的 伊翔蹲在小溪边 静静地看着里面的小鱼 拿着一个小网勺轻轻地捕到了一只很小的鱼 然后小心翼地倒到一个有水的瓶子 当他想要再捕鱼时 一个老师骂骂咧咧地把伊翔抓上车 伊翔带上车后 其他小朋友都在玩耍 只有他渐渐地看着瓶里的鱼 在回家的路上 伊翔看见了他的狗狗 兴奋地呼叫他们的名字 雪鲁 墙泥 狗狗们和他玩耍得很欢 他还把他的一卷白纸丢给了狗狗 可想而知 白纸被狗狗们咬碎了 而伊翔看着狗狗开心地笑着 后而他发现地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伊翔把它捡了起来 小心翼地放在他的收纳袋里 他回到家 他的妈妈给他开门 伊翔没有叫他妈妈 而是跑到房间 把书包放下 然后麻溜地 把水瀕溜的鱼 倒到冰箱上的鱼缸里 伊翔满意地看着鱼缸 突然他看见厨房架子上有面包 他想去拿食 他的妈妈催促他去洗手 伊翔再把面包丢在嘴里 再跑去洗手 水龙头也没关 他的妈妈骂骂咧咧的 伊翔回到自己的房间玩拼图 他的母亲问他考得怎么样 伊翔没有回答 他的哥哥约翰回来了 约翰也问伊翔的成绩 伊翔没有回答 他的哥哥也转移了话题 突然伊翔听见家外有声音 他欢喜地跑了出去 镜头一转 一群小孩在玩棒球 伊翔则坐在旁边和狗狗一起 小孩们使唤伊翔捡球 伊翔把球扔回时 不小心扔错了 一个小男孩朗吉 骂伊翔是白痴 吼伊翔去把球捡回来 伊翔生气地盯着 朗吉用力地推了伊翔的肩膀 伊翔和他扭打了起来 狗狗们跑来帮忙 伊翔被打流血了 他咬了朗吉才挣脱开的 他害怕地跑到楼顶 伤心又无奈地哭了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他安静地把风筝收好 回到家时 朗吉的妈妈到他家投诉朗吉被打 伊翔的爸爸也在 伊翔很害怕 他的爸爸很生气 朗吉污蔑伊翔撕裂他的衣服 伊翔扑上去想制止朗吉 朗吉和他的妈妈 妈妈咧咧地走了 伊翔的父亲教训人伊翔 威胁伊翔再闹 就送他去寄宿学校 第二天到了 伊翔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都准时地上班上学 只有伊翔在妈妈的督促下 才勉强赶上校车 路上还踩到水坑里去 他的鞋子脏了 他校服的茁壮也不合格 他的脑袋永远在天马行空 上课时伊翔在发呆 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 伊翔回答不上 被老师叫去罚站 同学都在嘲笑他 没有写作业 考卷也没有签名 好像是意料之中 一向有一次惭愧 他背着书包离开了学校 来到了大街上 看着车水马龙 人山人海 烈日炎炎 一个人快乐地玩耍 他在一辆公交车上睡着了 他回到家 用手指画了一幅画 用了红色和黄色 简单而又美丽 可是他的作业 却不能很好地完成 他的妈妈也无能为力 夜里伊翔和他的哥哥 说了他翘课的事情 求他哥哥约翰写请假条 瞒过老师和妈妈 他哥哥怕伊翔被骂 帮他模仿了请假条 伊翔成功逃过了老师 不过伊翔爸爸发现了请假条 伊翔如是说出了 他李白斯做的事情 画面一转 他的爸爸妈妈被叫到学校 老师和校长 都觉得伊翔是问题小孩 明年则会被退学 伊翔父亲无可奈何 打算送伊翔去寄宿学校 即便伊翔不同意 伊翔爸爸还是把伊翔 送到了寄宿学校 可是伊翔没有适应寄宿生活 与那里的一切格格不入 在上课前 老师将伊翔的座位调到他的前面 和拉强达莫达伦坐了同桌 拉强达莫达伦是腿上有伤的残疾人 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 上课时伊翔的回答和老师想要的不一样 招受了同学的嘲笑和老师的喝趣 下课后拉强安慰了伊翔 告诉伊翔的答案是正确的 他们一起去上美术课了 在美术课上 体育课上 所有的课上 伊翔看到了不一样的一切 都受到了老师的责骂 同学的嘲笑 他厌恶课堂 作业 他把课本扔到垃圾桶 书包扔到教室外 文字像虫子一样缠着他 老师把他的家人叫来了学校 好像他被抛弃了一样 伊翔终于忍不住了 他回到宿舍 趴在床上哭 他的爸爸妈妈哥哥也来了 但是门锁住了 他们敲着门 伊翔不打开 他冲出去 热的篮球场一直跑 他的妈妈也拦不住 他的家人把他带到酒店 约翰送给伊翔一份24色水彩 但是伊翔只是默默地收下 夜里他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 他还是麻木地回到了学校 一天伊翔站在了楼顶 拉强以为伊翔想不开 扑了过去 摔倒了 伊翔连忙下来 和拉强一起去上美术课 美术课也来了一个新老师 上课前 突然传了一阵笛声 同学们都挤在门口 看是怎么回事 突然一个穿着和小丑一样 披着斗篷的男子跑了进来 开始带着孩子们唱歌 跳舞 而伊翔一直不为所动 坐在座位上 原来他是新来的美术老师 朗尚克尼康 他和同学们玩得很开心 舞蹈结束后 老师给每一位同学都发了一张纸 让他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但是伊翔什么都没有画 老师走了两圈 伊翔都没有画画 一直在发呆 老师感到很惊讶 也很担心 一天美术老师在教室走廊里 看见伊翔在法规 他想去帮助他 可是伊翔在躲着他 老师找到了拉墙 才得知伊翔的情况 他仔细看了伊翔的作业 一个人深思 老师去了郁金香学校 帮助有智力障碍的小孩 他依旧在为伊翔担心 老师来到了伊翔的家里 他看了看伊翔的作业 他的画画 在和伊翔的爸爸妈妈交流 发现伊翔有读写障碍 伊翔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特别伤心 在课堂上 老师把伊翔的图绘本 给了伊翔看了看 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一个故事 说一个小男孩 他不会认字 也不会写字 但是他最为人类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就是爱因斯坦 老师还举例了 毕加索等等名人 他们都有和爱因斯坦一样的问题 伊翔听得金金有味 当他把故事分享后 他独自和伊翔说 他也是和爱因斯坦一样 在小时候不会认字和写字 伊翔也若有所思 在美术科上 伊翔拿出了他的收纳袋 用简单的材料 组建成了一只 可以浮在水面上的小船 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震撼 伊翔静静地走开了 第二天 老师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说服了校长 让他帮助伊翔 为他争取机会 老师开始慢慢教 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伊翔慢慢地掌握了写字 认字 过了几天 老师在学校举办了绘画比赛 当他在上课时 伊翔的爸爸突然来找老师 老师教会了伊翔的爸爸 如何是关心 当伊翔爸爸 想要去找伊翔时 他看到了伊翔 满眼的惭愧 离开了 一天黎明 伊翔独自穿衣服 系鞋带 磕扣子 拿着包包离开了宿舍 去了山边 老师在校外 举行了盛大的绘画比赛 每个人都来了 却只有伊翔吃吃味道 老师很担心 忽然伊翔出现了 老师马上拿纸给伊翔 伊翔跑到了角落去画画 拿出了他哥哥送给他的水彩 所有老师学生 都在欢声笑语中画画 美丽而自然 老师看见伊翔开始画画 特别欣慰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伊翔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了老师 老师为伊翔的话感到震惊 却又是意料之中 而老师画了伊翔灿烂的笑容 在此次比赛上 伊翔的作品成了第一 青出一篮而胜一篮 老师为他骄傲 所有人为他欢呼 伊翔喜极而起 扑向了老师的怀里 只是他第一次 收到所有人的肯定 他的话也做成了 学校毕业相册的封面 到了学期末 伊翔的爸爸妈妈来到了学校 校长老师们 改变了对伊翔的看法 夸他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 伊翔的爸爸妈妈 不敢相信 伊翔会有这样的改变 心中满是欢喜 老师和伊翔告别 他们拥抱着 当伊翔要上车时 他再一次跑向了老师 老师把他高高托起 伊翔像小鸟一样 飞向天空 世界上从不缺乏美 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考验孩子不能只看成绩 故事的教育 并不能真正地教育孩子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他们都应该得到 一样的待遇 要去欣赏他们 要宽容他们 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应该按照 成人的规则去生活 那么今天到这儿 我是雷哥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